好 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登场 出了各家大厂的趋势产品 今年论坛的演讲者也都是重量级 包括了英特尔总裁詹瑞尼 展示全球第一款采用14奈米的处理器 还邀请华硕董事长施崇堂 鸿海集团代表同台介绍 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新商品 英特尔的一举一动 都是行动装置未来的风向球 指出行动装置未来的发展 说已经骗第一大厂英特尔总裁詹瑞尼 来到台北国际电脑展论坛 以智慧运算万物联网为主题开讲 总裁戴瑞尼还要宣布一项新的技术 全球首创13奈米制程 搭配二合一的设计将平板变身为笔电 而英特尔的第一个合作厂商 就是台湾笔电大厂华硕 董事长施崇堂受邀上台介绍自家的概念笔电 以及搭载英特尔主理器手机 任凤 英特尔另一个合作厂商 鸿海集团 创新是位系统事业群总经理刘洋伟 也登台展示即将推出的 十款内含英特尔核心的平板电脑 另外面对LTE行动上网趋势 英特尔特别研发一款四核心的 Sofia LTE智慧型手机 最快2015上半年问世 而第一通的测试电话就在台湾播出 詹瑞宁第一次来台开奖 在全球第二大ICT台北国际电脑展 呈现英特尔最新技术与产品 詹瑞宁还要感谢与台湾科技产业体系 三十多年来的合作 未来也将结合两者的优势 开创无缝连结的个人运算经验 新唐人亚科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